擁有媒體的這個業者 他會不會利用正媒的關係 來做有利於自己的 這個行為跟動作 錢櫃與好樂迪合併 第三度叩關 台灣前兩大KTV業者 錢櫃16家 好樂迪52家 市佔率在大台北地區 高達9成以上 全台灣也超過一半 如果合併成功 恐怕有壟斷嫌疑 如果他的政府 在行政的過程當中 是有所偏駁的 是受到媒體的干預的 或者是受到外力的干預的時候 這個民主社會就會被人家質疑 尤其錢櫃董事長 念台生擁有媒體資源 被名嘴質疑 藉由自家電視台節目 操作商業利益 每一次都被公民交易 有人會打回票 然後你還拼命去申請這個賓關 你不是覺得很奇怪嗎 因為兩家KTV 最早在2003年 就提出申請結合 接著2006年再提 但都沒成功 不過今年還是不死心 公平會對此職表示 等審查結果出爐 才會對外說明 但練台生 6月26號曾回應平面媒體 說資金運作上很順利 已在公平會做過說明 感覺反對意見聲量不大 就等8月22前 公平會公布通過與否 是不是你在朝中有人 我們看到年代最近突然之間 方向大轉移 是不是因為 你有某一些商業利益的問題 但商業結合已經被兩度否決 如果這回有政治力介入 甚至加上媒體操作 第三度合併若能過關 恐怕背後正當性會讓人懷疑 繼續台北綜合報導